世界各国现在呢被擒了之后 大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我们先来看 首先呢是英国 英国大家说呢 他到了这个 我看一下啊 他现在呢 有点像是神寓言你知道吗 强森 他直接就跟媒体说 战争会持续到2023年底 我的天啊 大家不是一天到晚在 想要什么样时候 快速的结束这场战争吗 结果呢 强森不晓得哪里来的一个神寓言 好参考什么呢 好反正英国呢 现在开始送钱送武器 好考虑供应波兰陆军挑战者 二世主战车 好弥补波兰 因为波兰把他们的武器 给乌克兰了嘛 好所以现在真的很妙哦 波兰呢一直把武器送到乌克兰 然后呢换到西方国家的新的武器 好再来呢4月23号 强森跟泽伦斯基通了一通电话 好然后呢 强森就告诉乌克兰了 我们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 包括装甲车 无人机还有反装甲武器 泽伦斯基马上回忆 感谢英国政府 对20名前往英国的乌克兰士兵进行培训 在打仗当中 还能够把兵送出国培训 当然一来有可能啦 就像大使讲的嘛 很多西方先进的武器 乌克兰士兵不会用 好再来呢 我刚才也感觉喔 打这场仗喔 当然呢苦的是乌克兰人民 还有无辜的平民百姓 但是打这场仗呢 乌克兰花的钱 是不是来自北约 来自美国 也来自台湾 拿别人的钱 拿别人的武器 去打了这场仗 难怪很多媒体有分析 乌克兰会不会是在美中俄的角力战当中 就是一颗棋子 日本的商业杂志JB Press的分析师说呢 乌克兰局势升级 有助于美国军工业发横财 好战争财啦 揭露了美国靠乌克兰发财的方法 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 股价1到3月飙涨30% 好雷神公司呢 大概是飙涨了10% 通用动力公司呢 涨了20% 所以大家说像大使说的嘛 到底谁最希望这场战争再继续下去 世界再乱一点的 大千哥 对我想其实乌克兰对台湾 本来就不是很友善 就像刚才这个大使所提到的 我们在莫斯科有代表处 我们在波兰有代表处 可是我们在乌克兰始终没有代表处 乌克兰是完全承认一个中国的 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国大陆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所以他跟台湾过去是没有什么交道可言的 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次俄乌战争 我们要撤侨撤得很辛苦 我们莫斯科代表处要开始撤 想办法撤 然后波兰代表处一起帮忙 才能够把我们在乌克兰的 这些侨民能够顺利地撤出来 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我们捐了个800万美金 坦白讲比起全世界也不算太多 所以难怪乌克兰或者是 轴轮斯带也看不上眼 派个市长来打发掉我们就算了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至少今天台湾人民 是同情乌克兰的人民 就先不管乌克兰的政府 对台湾怎么样 至少那是一个人道的援助 那第二个刚才 这个益珍讲说 为什么这个Johnson要讲说 这个2024年 2023 这个2023年 其实他为什么要讲2023年才能结束 其实这个很多国际政治专家 就开始评估说 因为2024年拜登要连任 因为2024年5月 哲伦斯基要连任 所以这场战争不能太早结束 要打到刚刚好结束才行 这对他们两个人的选情 才会有帮助 所以都有政治选票考量 更不要讲强身了 Boris Johnson这个时候 跑到了基辅去逛大街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伦敦 马上就要面临所谓的派对门的调查 他面临了来自于自己同党内部 可能要对他采取一些政治动作 他的位置都不见得保得住了 虽然他说用什么 这个再大的坦克车也不能把他拖出去 这个唐宁街10号 但是问题是如果一旦保守党 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内部有人倒戈 Boris Johnson的位置也未必坐得稳 所以在这个时刻 某种程度来讲 他也是利用乌克兰 利用基辅的街头 来替他做转移焦点的动作 所以其实这些政治人物 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所以让我们最难过的是 真正牺牲的是谁 就是乌克兰的人民 每天成千上万的人民成为难民 然后却让这些政治人物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 对 没错 就像大千哥说的 其实从国际来看 如果常常看我们节目的宝宝们就会知道 慢慢有没有越来越分析到了 很多国际上的政策 不是看现在 他们的布局可能都跟选举有关 可能要看半年后 要看一年后 刚才大千哥帮我们提点了 美国的选举 还有之后的选举 我们刚看到了 泽伦斯基勤勒 他勤勒好像真的蛮有用的 只要一勒 美国劳大哥 西方国家北约 好像就开始紧张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目前各国怎么办呢 德国 德国的能源 非常的仰赖俄罗斯 他们就算反战 也不想跟俄罗斯撕破脸 你知道吗 现在的国际局势 没有人想选边站 因为国际的情势 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 来 联合国秘书长 现在要出访了 要出访了 没有先去乌克兰 先去莫斯科 然后呢 泽伦斯基就起扑扑了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古特雷斯 4月26号很快 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全球大事 也会帮大家follow 这个消息 要去防俄罗斯跟普丁谈 谈完之后 再去乌克兰跟泽伦斯基谈 他现在是生气吗 他是觉得说 你没有先来找我谈 你为什么先找普丁谈呢 泽伦斯基直接说 先去俄罗斯再去乌克兰 完全错了 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没有正义 逻辑可言 好我们说这个大宣哥 坦白讲 就是说你看到 泽伦斯基这样谈话 你就可以了解 他在乎的是面子 他不在乎他的人名 他在乎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能够得到多少光环 所以最好所有全世界的领袖 都先来看我 而且还不能两串交来 还要带着礼物来看我 那么所以刚才大使讲到的一个重点 其实大家可以仔细地思考 就如果今天你是泽伦斯基 你在面对这场无穷无尽的战争 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就是停止战争吧 因为以泽伦斯基的角度来说 泽伦斯基总不可能打到莫斯科 不可能把俄罗斯给占领 所以这场战争总是要结束的 到底在哪一个时间点 可以大家取得一个和谈的共识 这个时间点越早越好 因为打得越久 乌克兰的损伤越重 乌克兰的人民受到的伤害就越大 可是很奇怪的是 泽伦斯基对这个并不热衷 那你看到美国也不热衷 刚才我们讲到的Boris Johnson 英国也不热衷 在欧洲其实不是每一个国家 都像英国的 英国不热衷的原因是因为 英国自己并没有大量的仰赖 来自于俄罗斯的能源 英国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经贸体系 英国长期跟美国的互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跟英国希望这个战争 能持续打下去 可是负上最大的代价的 就是欧洲的国家 这就是刚才一针讲到的 像德国 像法国 今天此时此刻应该是 法国总统第二轮的投票展开 马克宏跟勒鹏到底谁胜谁负 马上就在今天 接下来就会揭晓了 但是德国跟法国事实上 原本就一直在阻挡这场战争 如果大家回顾一下国际政治的历史 就知道在1990年代 那个时候法国总统习哈克 他就已经喊过了 跟美国喊过 他反对北约东扩 可是那个时候美国一点都不听那话 所以北约一次又一次的东扩 在1990年代 当时美国总统卡特以前的这个 国家安全顾问叫做布里辛斯基 当时他也提出来说应该要让乌克兰芬兰化 而且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在布里辛斯基提出这样论述的时候 那个时候参议院重量级外交委员会的 参议员拜登他也支持这样的论述 所以为什么90年代的拜登 跟现在的拜登不一样了 当时你也认为事实上 这个乌克兰的芬兰化 是保全乌克兰跟稳定欧洲最好的方法 到2008年 美国重量级的国际政治学者季辛吉 他再一次的提到说 不可以让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 所以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过程 不是说从头到尾 乌克兰就要入北约的 事实上法国 德国 包含美国自己的国际政治专家跟官员 都在阻止这件事情 然而这件事情就在2021年开始失控了 而失控的原因是什么 我刚才提到的 如果大家再回去看一看 就这么的凑巧 泽伦斯基在去年前年 刚好面临到了一个潘朵拉文件 把他跟他的幕僚 利用海外账户进行逃漏税的事情 给掀出来了 那在那个时间点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国内政治的问题 所以才导致到说 他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 来凝聚他国内民主主义的支持 所以我要强调的问题是 泽伦斯基现在的反应 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如果今天我是泽伦斯基 我最好明天就结束战争 联合国秘书长愿意来调停 我感谢都来不及了 我还管你先去哪里啊 你先来看我跟你先看普丁随便你 只要能够结束战争就好 所以你看到说当乌克兰的将领 向方济各喊话 方济各为什么告诉他说 我可以谴责俄罗斯 可是我不会谴责普丁 因为我还要留下一些余地 因为教宗在必要的时刻 他可能还是要想办法 去进入调停这件事情 所以全世界各国 从法国 德国 甚至连教宗 包含联合国秘书长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头热的是谁 就是美国 英国跟泽伦斯基自己 包括了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 要去出访 然后泽伦斯基在那边 计较这个先后顺序 再来很多国家开始 应援乌克兰越来越多的武器 越来越新的武器 像是法国凯撒的自走榴弹炮 米兰飞弹 加拿大也给了神箭远程的引炮弹 但是你知道吗在德国 百分之五十的德国人反对 他们觉得不要再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了 你知道吗 其实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也说过那么一句话 你们一直提供武器 对于结束战争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德国图片报的一份民调 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百分之四十三的德国人支持 百分之五十的德国人反对 那么德国现在的财政部长 他就说了 我们必须在能力所及的范围 尽可能帮助乌国获胜 这是道德责任底线下 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国安 还有北约的防卫能力受到威胁 我今天看到一则国外的分析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把这么多的武器 都给了乌克兰 那北约其他欧洲国家 自己的防卫呢 现在事实上这些国家给的东西 跟乌克兰要的是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不一样 乌克兰第一个他说我要禁飞区 禁飞区的话就是说 你们帮我把乌克兰的领空 通通保护起来 你们有那么多这些防卫飞弹 拦截飞弹 爱国者三号系统 都是最先进的 那这些北约国家不做 需要的都不给 另外他要战斗机也没有 另外这种其他这种高精准的 这种飞弹 远程攻击的飞弹也没有 所以他给的都是一些地面作战 这些地面作战的这些 不管是自走流炮 或者说是这种监设型的 单兵使用的这种 个人使用的这种武器 给了一大堆 给的不是几千枚 都是上万枚 其实基本上就是改变地面作战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没有办法扭转在此 从这些给的武器看起来 不管量怎么讲 只能延长这种战争 所以他们也没有要让乌克兰 就是一下子就可以打趴俄罗斯 这样子 就让他打仗 慢慢打慢慢打 这些武器只能延长这场战争 增加双方的伤亡 那没有办法改变这场战局 所以可能是他们也不愿意 把自己的武器升高 因为升高你只有让乌克兰 能够去对俄罗斯军队进行反攻跟打击 可是你要知道你没有远程的投射能力 就是说远程的精准攻击能力 你没有自己的制空权 这场战争乌克兰的战事 乌克兰军队从头到尾 就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 躲在民宅 躲在这些掩体之中 用自己的时间 用自己的勇气 来换取战争的拖延 过去在俄罗斯第一阶段的打击里面 他还没有使用长城这种战略性轰炸机 最近都是用轰炸机 所以你说你这个16门制走炮 4万发炮弹 20门制走炮 然后还有那些装甲车 那些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之下 在俄罗斯出动了大批的这种战略精准的 高空轰炸的时候轰炸机出来的时候 俄罗斯你乌克兰还是只能拖时间而已 你没有办法扭转战局 就是让乌克兰不会被打趴 但是也不会打赢 不会打赢 而且就是说他也给你一种鼓励说 你放心 我还会再给 我会给你 我会帮你撑住的 要什么我就给你 给了很多量 可是这种性质的武器 是没有办法改变战争的基本的局面 就是拖延 就是让这样打得更长 那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乌克兰的军队 这种不怕死的精神 跟打巷战 打这种肉搏战的这种精神 所以他就一直在给维持乌军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士气跟战斗力 那现在看起来 我看了很多俄罗斯的这些报道 因为我看 大家都看西方 我就看俄罗斯报道 现在看起来 乌军在前线的投降人数也来得多 所以其实打到 刚好打到今天是60天了 所以其实很多人 真的很想结束这场战争了 对 因为你没有制空权 打不下去 制空权 如果对方用大型的这种火炮 然后再用轰炸机 再用空中的这种 精准制导炸弹来对付你的话 那真的是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胜算很少 就被压着打 那被压着打的话 真的需要就是说你的勇气 跟你的战斗意志 那么这个60天下来 尤其过去俄罗斯还没有 强调这么多空中武力的 攻击的情况之下 地面的部队还不会觉得很绝望 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之下 这个战争已经在转型了 所以美国不是很急吗 美国就要召开这个 40国的军方高层开会吗 光往水层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 跟物品的新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层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层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层水手喷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